欣甘 大家好 欢迎 欢迎iki长收看幼暖广场 欢迎大家 欢迎 欢迎 必成 各位朋友 《妙论廣場》这个节目 是专业为你们可以发表你们的意见 和表演你们的口才而设的 每一位参加者是这个节目的灵魂和主角 一会儿大家就把握每一个机会 坚守立场和对方咬过 是 在节目的上半部就是立论的时间 各位就可以表明你的立场 和说出你的论点 下半部就可以就对方的论点 来互相猛烈地攻击 评判就会在大家当中 参加者当中选择多个奖项 奖品总值超过港币一万元的 好了 那我现在和你们介绍一下三位评判 周凯薇小姐 路角尖先生 还有苏珊小姐 多谢你们三位 好 多谢几位评判 今晚我们的辩题就是 持婚给祖婚幸福 究竟是否呢 如何去界定祖婚和持婚 将这如此神圣的责任 交给我们几位评判 给我们解释一下 麻烦 我想持婚浪费了很多 你们的宝贵的光阴 但是持婚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在你最成熟的时候 你知道婚姻是什么 就是在你最成熟的东西 早婚就是争取到你们的 不论是生理 不论是心理方面的享受 不过在那个阶段 你未必知道你的配偶是什么人 其实呢 其实呢 持婚也是好的 起码呢 谨慎一点嘛 选中心伴侣 对吗 对 对 对 但是我又觉得不是 有时你缘分到了的时候 那你又 没得说而已 多谢三位评判 精彩的意见 据我说呢 在这个崇尚自由的社会 最重要是有人生的自由 一早结婚了 还有什么自由可说 你们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我们已经不同意了 不过这样 接下来我们有分半钟立论的时间 那阿Pam 就尊重你们是正方 先让你们发言好吗 好啊 多谢了 那我们有哪位发言 好 早分早分 一早就分 迟分迟分 迟迟都不分 可以白头到老 对 这样才有幸福的 是 我说迟分好啊 日子自由点 无牵无挂 赛事都多点 可以选一个好的 对不对 对 对 我们呢 我们呢 就要养蒸畜鱼 姜是越老越辣的嘛 所以呢 我做了一个好的例子 任何一方面呢 都要找到最好的阶段 才去找一个好的老婆 是 是 是 杨队瓦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啊 经常都是男人敢女人 我是个女人 我就很不平 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晚婚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时间比较长以后呢 我就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头脑 我就知道 敢一个我自己最理想的丈夫 是 说得好 迟些结婚呢 就可以多点时间读书 专心点工作 不用常常挂着回家 撑仔煮饭 自然个人成就 和修养都会高一点 等心智和其他方面都成熟了 才结婚 幸福在望 两位 我就根据统计 越早结婚的人呢 就越疑残的 你们说是吗 是 我们哭完了 给他们一些掌声 正好 好了 到我们立论了 我们知不支持今天的论题 不支持 为什么不支持 说 因为子女早出生呢 就可以减轻了父母的负担 有很多人就以为 慢慢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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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 年轻的时候 找到对象 都没有结婚 等着等着 后来自己对结婚都没有信心 最终结不成婚 这就很吵架了 哪位 我认为持婚是很难找对象的 好像我阿姨三十多岁人 整天打来我公司 他说 叫我介绍男生给他认识 我几乎就快要炒鱿鱼的了 实际例子 哪位哪位哪位 好像我这样的例子 我现在的儿子十多岁啦 我都很年轻啊 如果持结婚 几十岁了 五六十岁才来娶妇 或者来生孩子 儿子好像小孩那样小 拖着逛街被人笑 以为是孙的 比較危險 現在每個家庭都喜歡四代同堂 甚至五代同堂 大家計算一下 不早婚,哪會有這麼多子女出來 中國傳統的道德思想 左邊位,爭取機會有一分半鐘 誰?快點,站起來… 讀理… 早婚未必等於經濟不好 一樣是經濟好的 很多錢嘛 左邊位… 既然是情投意合,為何不早這幾分呢 這樣甚至可以減少未婚媽媽 好像很有精進的意見 不過有些是似時而非的 我們不要緊 我們還繼續給他們機會 互相來補充他們認為 已經是立了不足之輪,好嗎 是啊,現在是補充的時間 是,7號 其實反方論點很多不對 不過現在免得拚他 對,我們只是說… 對… 如果早婚,老爸根本就生了水喉 還哪會幸福呢 遲婚起碼都可以賺多老爸幾年錢 甚麼叫生了水喉 對… 賺不到錢到不用娶老婆嗎 搞錯了 對… 他們說可以四代同堂大 其實你想想現在因為科學昌明 所以父母比較長命一點 現在生活這麼多姿多彩 如果我們三個孫子出來 叫他臭溫住他 對他們不住 其實早婚可以縮窄兩代之間的溝通 代交才對 年齡夠為相近 好 代交不是因為年齡的分別 是因為你心智的分別 遲婚不等於 就是你不成熟的 成熟了 然後你才會跟兒子溝通 我想反對剛才3號那位朋友說的 他說現在的時代的人越來越長命 我想這個論點是不對的 以前的人的長命的歲數是超過100歲的 但現在超過100歲的人是越來越少的 你們又想一想 照一般的統計來說 男性平均年齡是超過65歲 而女性是超過68歲的 那你剛才25號所說的那個論點 是沒有科學根據 6號年11號都說 遲婚就可以找到理想的對象 慢慢找 其實你有沒有聽過 選來選去選個爛燈棧這句說話 遲婚不一定是說慢慢選 而是你選中一個 然後慢慢跟他相處 深入了解然後才結婚 不等於你30歲才去選 31歲結婚 數分是最好的 好像我兒子現在十幾歲了 我現在多自由可以來參加一個節目 我不用顧慮他 實際例子 看你這麼年輕 有個十幾歲的兒子 我想不知道是不是你生的 我反學11號說他生不到十幾歲的兒子 我兒子也十五六歲了 也算年輕吧 雙方都有不同的見解 而且非常清靜 那怎麼樣 很簡單 我們的見解不能夠作準 首先看看評判所給的燈數代表一切 謝謝 評判謝謝 幾歲 一個燈 二 二 三 繼續 五 六 多一點 七 八 八 八 都挺高的 不用怕 不錯… 好 再有請我們的評判 給反方的燈數 謝謝 幫忙喊 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 九 是 各位你們也看到 現在暫時由反方 以九個燈領先 我們看看評判 給我們一些分析,好嗎 謝謝 其實這個問題也很難爭論的 我們綜合了周海薇和蘇珊的觀點 我們覺得 正方要爭辯都比較容易 反方就比較難 但是兩方面的表現都有很多突出 還有很多精靜的詞句 整體來說 我們覺得反方在這階段比較平均一點 謝謝評判 究竟一會兒六四成熟呢 都未知的 究竟我們這邊的反方 可不可以由頭到頭到尾呢 一會兒回來有答案了 好,一會兒見